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名字就叫Doris Day 眼前这些漂亮的房子呢 就是Doris开设的酒店 在她生前大概经营了半个世纪 如果到卡米尔小镇来游玩 多数的人都会到这座酒店来 喝杯咖啡 体验一下酒店里的文化气息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Que sera, sera Que sera, sera 当然是酒店对面呢 就是一座古老的教堂 你来到卡梅尔小镇 你会经常碰到一些婚礼 在这里举行 在一个分合日历的夏日里 来到这个海滨度假 多数的人都是在海边游泳 在街上逛街 看一些工艺品 卡梅尔小镇有很多艺术家 来这里定居 因为这个小镇呢 是北加州最美的小镇之一了 每年我们都会来到这个小镇几次 但是让我把这个小镇 各个角落的景观都录下来 还是在这片子里是不可能展现的 那么我就挑了一两处比较有特点的 给朋友们一起看一看 也为我们的旅行做一个纪录 卡梅尔小镇呢 就有一条主街道 主街道两旁都是一些店铺 眼前这两座小房子呢 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它的形状和它上面的这个房顶长得青苔 就像一些仙女小屋一样 他们卖着点心 卖着糖果 很多很多的人都到这里照相啊 等待着进去 尝一尝他们卖的东西 来到卡梅尔小镇 没有人不喜欢这样的小房子的 你看怎么样 卡梅尔小镇 另外一个特点是 这里的气候适合养花 这个小镇到处都是鲜花 明暗着 你看看 我们眼前的这些小酒围馆啊 小酒店呢 到处吊着花 非常非常的漂亮 当我的朋友来到加州的时候 我会首推卡梅尔小镇的 我就会带他们到这里来逛一天 因为这是一个富裕的 平静的 和谐的 美丽的小城 去卡梅尔小镇旅游 一定会路过 Monterey这个城的 那这个海滨小城呢 也有它自己的特色 在一战和二战期间 这个小城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至今这里 还有很多海军的基地 在我今天的片子里 我想给大家看一看 在这个小城 有一座海关 这座海关 可以算是古老的海关吧 在美国历史当中 这个年头 可算古老了 眼前这座建筑 就是海关 建在1827年 科夏尔之当时 这个小城是多么的繁荣 尤其在一战二战期间 沙丁鱼在这个海湾 很多很多 随着沙丁鱼 就来了很多鲸鱼 或者是海豚 人们也在这里 打捞沙丁鱼 做罐头 沙丁鱼罐头 工厂 在这个小城有几处 非常著名 但是现在沙丁鱼打光了 灌渡工厂 几乎都倒闭了 牌子上写的是老鱼人码头 下面我们到码头上逛一逛 因为在这个战桥上 两边都是西班牙式的建筑 很古老的 很简单的建筑 里面都是一些酒店 或者是工艺品店 咦 这个船长的头哪里去了 哦 是光线的问题 没看见头 我还以为没有头呢 笑一笑 我们继续前行 这个码头上的海鲜酒店呢 他们最招牌的菜呢 就是一种粥 叫超的 这种粥呢 是有土豆 牛奶 还有海鲜 在一起熬制的粥 这种熬制的粥呢 很热 让你热气腾腾的 在冬天品一口 非常不同 每一家酒店的超的味道呢 都略有不同 所以你在这条 码头上走 一步两步 你就会碰到一家 让你品尝超的的样品 所以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几乎走完了这个 码头呢 也喝了一大碗 超的也饱了 中文字幕製作人 如果你想去钓鱼 或者在鲸鱼期间去观鲸鱼 都可以在这个亭子里买票 然后趁他们的船出海 去看鲸鱼和钓鱼 无论在卡米尔小镇 还是在Montarine小城 这里面都有很多很多历史的景点 在卡米尔小镇 有好莱坞明星歌星的酒店 很出名 在Montarine呢 他们的沙丁鱼罐头 当时是很盛行的 那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还能嗅到当时的气息